Inpress文字输入与格式设定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在Inpress输入文字与设定格式 首先我们打开校园植物介绍这一篇简报 请点选第一张投影片 在右侧栏找到版面配置 选择空白投影片 如果看不到版面配置的话 您在右侧栏点选其他的功能找到属性 好我们选择空白投影片 接下来我们到绘图工具列 选择文字 在输入文字之前 您可以先改变字型名称 改变大小 在你要输入的地方点下滑鼠左键 好可以开始输入文字了 输入好之后呢 把游标 移开文字的外面 变成箭头的时候 点选滑鼠左键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文字的输入 接下来我们来改变一下文字的格式 如果说我要把王大名这三个字 变成不一样的颜色呢 先点选 拖一选取 你要变更的地方 好我们来变更颜色 您可以从工具列 这一列是有关于文字格式设定的部分 点选色彩 选择绿色五 好 变更好之后呢 一样在呈现箭头的时候 点选外面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颜色的变更 我们认识一下更多的文字格式设定 我们点选标题的这一部分 点选 好要进行变更文字格式之前 一定要做拖曳选取的动作 好我们可以变大小 好在做投影片的时候呢 标题如果字体越大是越好 好 出题 斜题 底线 还有阴影 好如果你有用过其他的文书处理软体 你应该很熟悉这一些操作 再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排列 向左对齐 至中 向右对齐 好我们先回到至中 那这项左右对齐呢 在这个标题上可能看不出效果 好我们来切换到第二张 好请你拖曳选取有关于形态特征 这部分 好我们 把这段选取 好我们按一下左右对齐 好您可以发现它的文字 左边和右边都切齐了 好我们再看一次效果 先从切回向左对齐 好如果您想要让你的编辑区大一点的话呢 这边有个小技巧 您可以 隐藏左侧栏 隐藏右侧栏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简报 编辑的区域是最大的 我们再练习一次 左右对齐 好您会发现它的字 在每一行的左边和右边都切齐了 好切回去向左对齐 好那刚刚隐藏的 我们怎么把它叫出来呢 我们点选 这个有个符号 显示 好这边也有个符号 显示 好这是一个 怎么样暂时隐藏左侧栏和右侧栏的技巧 好我们切回到第一张投影片 选择标题文字 好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选择放大字形 例如我要把这个两个字 校园变大 放大 缩小 好再来 还有什么功能呢 有关于文字的方向 还有一些字元的设定 段落 我们往后会再介绍 好那文字输入与格式设定 先简单介绍到这边 那各位有空 您可以看看其他的文字部分 练习做变更它的格式